亚太报道 亲友不得前往监狱迎接 习近平结束欧洲之旅 成果如何 本台推出特别报道 纪念四川汶川地震16周年 百度副总离职 中国劳工权益的歧视问题再成热点 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中国知名人权律师于文生 及其妻子许燕被关押已经超过一年 据多名知情人士透露 他们正在精神科治疗的独子于振阳 罹患严重抑郁症 留院期间再度轻生 于文生的朋友希望国际社会 关注人权律师下一代受株连的问题 今天记者陈子飞的报道 中国人权律师于文生和妻子许燕 自去年4月被公安带走和驱捕 至今已经超过一年 本台向多名知情人士了解 于文生因为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案件已在法院起诉的阶段 控罪与他出狱之后继续捍卫人权有关 妻子许燕的案件再度被退还侦查 他们的独子于振阳在父母被驱捕之后 有重度的忧郁症状 正在医院治疗 有知情人士对本台证实 于正然近期再度轻生 受访者的声音由AI代读 哎呀 于文生他儿子现在在医院 据说又一次自杀了 这次是拿安九五口罩里面的铁片割腕的危险行为 正在治疗 这孩子的状况实时很可怜 他进医院前因为精神突发出状况 在地铁站看到警察想打警察 已被刑拘了近一个月 这孩子有这种重度抑郁疾病 如果不抓紧时间治疗 他一辈子就会被毁掉 真的很担忧 另一名知情人士对本台表示 于正阳受到父母同时被驱捕的打击 精神不稳定的状况加剧 担心于文生夫妻知道儿子的近况之后 会大受打击 受访者的声音由AI代读 于文生应该已知道 儿子住院治疗的是 这个孩子是他们夫妻的唯一寄托 为人父母如果知道儿子出这样的状况 真的会受不了 他在看守所里一定是很折磨和崩溃 如果是父母能回来 或其中一个可以陪在孩子身边 对治疗肯定是有帮助 许燕的身体也不好 一直有申请取保候审 但未成功 应该是当局不想做 曾与于文生合作的流亡人权律师吴绍平表示 于文生夫妻受到邀请出席德国大使馆的活动 是正常的交流活动 批评中国政府用法律的名义 打压人权律师群主和民间交流活动 也是打脸德国和欧盟 同时谴责不允许许燕取保候审的做法 于文生夫妻 首先他们两个人就不应当被抓 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 也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 秦组论法是有关于取保候审的规定的 于正阳出现这种严重的心理问题的情况下 根据法律规定 至少对他的妻子许燕 是可以采取保候审措施 让他来培护他的儿子 使他能够有机会更好的看护 你看中共在这种情况下 都不做这样的一种事情 那你就肯定他是多么的没有能性 根本就不想讲话 他表示人权律师的下一代 被株连的情况严重 敢于发声的人权律师 是被针对的目标 除了于文生儿子之外 王全璋的儿子也被剥夺教育权 中国政府是带头漠视法律 关注中国人权状况多年的 东京大学访问研究员潘家伟表示 各界对人权律师下一代 被株连的状况 关注度不足 对于人权律师的打压 家属也这样的去比株连 国际社会绝对是要继续关注 所以习近平去欧洲各国的这个态度 确实是令人非常的失望 吴孝平和潘家伟均表示 希望国际社会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 保护下一代的权益 就要这电台记者陈子飞报道 武汉疫情期间 亲自赴当地采访的中国公民记者张展 将于下周一 也就是5月13号刑满出狱 不过他的母亲怀疑已遭官方施压 委婉表示不一定会去接女儿 有上海维权人士也提前被核查 被温馨提醒不要到监狱迎接张展 关注人士估计即使张展离开监狱 也不一定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并且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 以下是本台记者文在山 发自伦敦的报道 张展即将出狱 本台周五联系到他的母亲 即将见到女儿的张妈妈 没有流露喜悦之情 反而略显慌张 我现在就在做饭 好啊好啊再见啊 我什么时候方便再给您打过来呢 我过半个小时 最近最后不要打电话 好谢谢啊 一直关注张展情况的上海维权人士 沈燕秋告诉本台 他瑞钱曾经联系张展母亲 知道当局可能已经向他施压 我跟他说 我说张展13号出来了 然后你能不能一起去 或者你年纪大了我陪你去 他说他不一定能去 也许当局也可能有施加压力吧 我理解他的话嘛 一个当局也可能是发坏了 还有一个呢 他母亲呢 在过年以前呢 那个身体也不好 你知道吧 开了个刀 而沈燕秋也在周四被当局约谈 直接劝他不要到上海女子监狱 接张展 当局我跟你说 他就像我昨天一样的 过去不少中国政治犯都被安排在清晨出狱 并直接由官方送走 避开媒体采访和声援人士 沈燕秋表示 已预料当天不能接到张展 不过他仍然希望亲身到现场 尽自己的本分 40岁的张展被捕初期一直绝世抗议 以证明自己无罪 被当局以低管 强行灌食 身体非常虚弱 家人曾经为他申请把外就医 都被拒绝 他去年7月刚被送到 上海市监狱管理局的医院 体重下降到只有被捕以前的一半 沈燕秋表示 据张展母亲透露 张展目前身体情况有所改善 比刚进监狱的时候要好了一些 张展关注主 发起人王建宏向本台表示 关乎当局近年对待出于良心发的手段 即使张展离开高墙 也未必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张展需要最基本的人生自由 至少能够出门看病 能够在家安居和接待朋友 不受限制 不受骚扰 否则 他的康复之路 就会非常的艰难 漫长 我想当局 肯定已经施压张展的家人 而他的生活 至少在一段时间内 他需要家人照顾 我想他的家人 如果能坚持争取 他就能有一些空间 他以上海异议人士陈坚芳为例 他因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入狱去年10月获失 但是一直被当局软禁 自由邀请的记者 文在山 英国伦敦报导 本周五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结束了为期六天的访欧行程 睽違五年后 再次踏上欧洲大陆 习近平可谓对 到访国精挑细选 甚至有专家认为 习近平此行是为了分化西方 那么习近平究竟 是否达到了这一目的呢 以下是本台记者徐维廷的报道 习近平5月5日至10日 到访了法国塞尔维亚与匈牙利 出访期间 习近平除了分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 塞尔维亚总统吴契奇奇 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会谈外 也与马克龙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举行了三方会晤 探开中国官媒公布的成果文件清单 习近平这趟出访 共与三国签署64项合作协议 包括法国18项 塞尔维亚28项 与匈牙利18项 内容涵盖农业 人文 绿色发展等多领域 此外 习近平还宣布 与和中国拥有铁杆友谊的塞尔维亚 建立新时代命运共同体 并把与匈牙利的关系 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时隔5年后再次访欧 习近平此行给外界的印象 似乎在开展魅力公式 而中国官媒也营造了他在欧洲备受礼遇的形象 在法国有藏人、维吾尔人等各主力参与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批评习近平是独裁者 在匈牙利也有抗议者高喊要习近平回家 不显他此行对中国的人权问题难以回避 除此之外 在习近平访问尾声 欧洲商业游说团体 中国欧盟商会周五发布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44%在华欧洲企业对未来两年的盈利状况持悲观态度 这是史上最高水平 与此同时 对未来在华前景持积极态度的欧洲企业比例也较去年骤降 降幅达23个百分点 调查还发现 仅有42%受访欧企 考虑在今年扩大在华业务 创始上新低 另外 52%的欧企计划削减成本 其中26%将透过裁员来实现 谈到习近平此次访欧的目的 英国牛津大学中国中心副研究员 钱瑞英集团首席经济学家马格纳斯 以书面方式向本台表示 以书面方式受访专家以及网络发言的中文音频 是有人工智慧软体代读 马格纳斯指出 在经济上 上述两国都不是中国重要的出口国家 但中国电动车与电池投资流向匈牙利 能作为相关商品进入欧盟市场的桥头堡 在政治上 这两个国家在政治倾向和治理模式上都与欧盟疏离 所以与他们结盟符合中国利益 承认美国国务院中国政策顾问 县委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的余茂春也分析 我觉得习近平的访问的目的 他主要是想打开一个缺口 因为他现在在世界上面临很多的困难 美国方面的中美关系继续恶化 余茂春告诉本台 由于欧洲很难找到对中国有深度信任的国家 习近平只能像前任毛泽东选择阿尔巴尼亚那样 寻找法国塞尔维亚与匈牙利 这三个对中共最软弱的国家 那么习近平此行是否有达成目的呢 马格纳斯认为 相较于在塞尔维亚与匈牙利 习近平在法国的访问没那么顺利 马克龙和冯德莱恩都谈到产能过剩与倾效的问题 这让中方不满并提出反驳 马克龙对于中国及中方对俄乌战争的知识 也有更尖锐的看法与说法 余茂春也有类似观察 在法国基本上没有得选 因为这个法国是欧盟的一成员 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员 所以实际上在法国他是唱主角的 不是法国总统 而是欧盟的那个主席 强硬态度也充分表现出来了 英国金融时报 周五以习近平欧洲行没有成效为题 发表社论指出 习近平此次访欧 显然是要确保欧洲市场 对中国商品维持开放 并避免欧盟追随美国的脚步 因为他担心欧盟对中国实施关税 不过这篇社论认为 习近平低估了欧盟多数国家 把中国视为安全 以及经济威胁的程度 这个趋势因为中俄两国越走越近 加上中国商品可能破坏 欧洲制造业等忧虑而加剧 该文直言 讨好匈牙利与塞尔维亚的强人 并无法减轻主要欧盟国家 对中国领导人威权世界观的忧虑 不过也有专家持不同看法 他们认为 习近平此次访问欧洲 仍有取得进展 华盛顿智库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亚洲项目资深研究员 报道格以出面方式向本台指出 中国虽然因为恶物战争 在欧洲失去支持 但习近平此行 让他重拾亲身外交 在法国抵抗贸易与其他压力 并在塞尔维亚与匈牙利 见到友人 英国智库 皇家联合军总研究所 副研究员哈夫伦 也在社媒平台X上 反驳了习近平此行 没有成效的说法 此行对中国来说相当成功 习近平既为在欧盟贸易忧率上让步 也为针对限制中国居民两用商品 流向俄罗斯做出保证 因为他不需要这么做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徐维亭 华盛顿报道 今年的5月12号是2008年 四川汶川大地震16周年的纪念日 这些年来 中国政府一直拖延对地震中 因校舍质量不合格建筑倒塌 造成大量学生伤亡的追责 但中国居民仍有不少人 在执着地追问政府的责任 以下是本台记者王允的报道 四川省十访市落水镇的选民李德权 这些年来一直在向当地政府申诉 希望追究校舍倒塌的责任者 在2008年5月12号的四川汶川大地震中 李德权12岁的女儿 因其就读的落水镇诺城小学校舍倒塌 和其他100多位同学一起遇难身亡 但她的申诉一直得不到答复或处理 不仅如此 李德权还一直受到警方的监控和骚扰 记者对她的采访极为艰难 她的电话和微信都受到监控 李德权在与记者有限的通话中说 512大地震已经过去了16年 这场地震的话题似乎正在淡出人们的视野 在中国媒体上乃至海外的中文社媒上 已经很难看到因为这场地震 失去年幼儿女的家长继续维权的最新消息 目前身在美国的成都人杨宇 512地震师正在成都 当时还是厨师的杨宇 也加入了死科学校建筑质量问题的社群 杨宇说他们当时作为成都公民社会的成员 直接对政府提出了要求 用官方说的后来统计的数字 是地震遇难的学生有5335个 那你们就把这5335的名字 刊登在华西都市报或者四川市报上面吗 但杨宇说就是这个最低的要求 这16年以来也没有得到满足 直到今天 但政府的拖延难以抹杀人们对这场地震的记忆 身在美国旧金山的荆棘早在4月底就开始策划 在5月12号当天举行播放爱小明的纪录片 我们的娃娃的活动 他对记者说 以下是AI配音 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 因为我觉得 不遗忘是一切的开始 政府是很希望我们忘记这件事情的 但我们去纪念以及我们去追问 是很自然的事情 是人本性是然 出于安全考虑 他用化名接受采访 对512地震中国政府责任的追问和研究 也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多年以来一直在做的事情 夏明也是城主人 512地震发生时 夏明还在纽约 但5月23号 夏明就和HBO团队进入了地震灾区拍摄当地的实际情况 夏明认为 512地震以来 中国在灾害救助以及追责体制方面并没有什么进步 夏明把这种控制状态总结为五子登科 他解释说 五子包括枪杆子 刀把子 笔杆子 密探子 和钱袋子 夏明介绍说 他在即将出版的新书 中国在战中当中分析了2008年以来中国形成的控制体系 但他指出 书中采用了他2010年对中国民众进行的问卷调查 从这些调查结果可以看出 中国民众的权力意识越来越强烈 对政府的依赖度也越来越低 自由亚洲电台网云 华盛顿报道 中国门户网站百度的副总裁曲静 近日因发表涉嫌歧视员工的言论而引发舆论抨击 并最终离职 那么劳工权益在中国职场为什么难以得到保障呢 以下是本台记者经纬的报道 上述一系列态度强硬的言论 近日有百度公关副总裁曲静 发布在他个人的抖音账号中 还有视频显示曲静称 公关从业人员不应该期待任何休息时间 而是应该24小时起天待命 他还在另一则视频中表示 投诉他的员工将面临业内封杀 上述言论一度在网络上引起疯传 招致了广泛批评 官方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也发文表示 善待员工必须是所有企业高管最坚定的座右铭之一 但总部位于美国的非政府组织 中国劳工观察负责人李强认为 瞿静不只是说出了中国职场普遍存在剥削的现实 更反映出企业背后恶性的劳资关系 我觉得他说的话是一个大实话 就反映了整个的这个用工的环境 这个996的话 它是公司之间的一个竞争 不是说员工愿意接受996 所以被抛的没有选择 整个竞争环境就这样的 那没有办法来改变这个环境 除非是这个法律上面来进行规定 说你不能够超过这个时间 李强说 对于工薪阶层而言 他们的权益并未被所谓的劳动法所保障 尽管中国官方并未公开 为996的企业加班文化背书 但外界注意到 包括百度在内的中国科技巨头 长期以来却在宣扬一种歧视性的职场文化 法新社在针对上述事件的报道中指出 早在2012年 百度创始人李彦宏就在一封内部邮件中 大力宣扬朗性企业文化 原北京工人组织成员吕金花认为 劳工权益保障问题在中国仍面临困境 李强指出 随着企业竞争压力日趋严重 996市的经营模式不但侵犯劳工权益 中国经济随之而来的 产能过剩问题也浮出水面 他认为 如果中国不能改善劳工权益 那么整体经济环境都将面临难以解决的挑战 如果说中国他只要是他不要加班了 他会满足很多的一个就业 而且还能够 就他绿续的需要也会增加 而且大家因为工作问题 他就会愿意消费 瞿晋周四零前通过朋友圈和视频平台公开道歉 表示他所发布的内容不符合相关流程 也不代表公司立场 此外 据多家中国媒体披露 趋劲目前已从百度离职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签尾华盛顿报道 最新的官方数据显示 中国4月底的外汇存底规模 创下了5个月以来的新低 而黄金储备则连续18个月增加 与此同时 人民币汇率持续面临贬值的压力 这些数据的背后 反映出哪些中国经济的现实状况 而中国央行还能够继续维持人民币的汇率稳定吗 以下是本台记者凯迪的报道 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5月7日公布的数据 截至今年4月底 中国外汇存底规模为3兆2,800亿美元 较3月底减少了448亿美元 创下5个月来新低 单月降幅为1.38% 是7个月以来的最大 针对这一数据 旅美财经评论人士王健告诉本台 虽然中国外汇储备下降金额并不大 但意义却很大 旅美经济学者夏业良指出 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 中国经济一直在走下坡路 尤其最近5年来 中国出口创汇能力受到影响 外汇储备水准实际正在下降 也就是说它在一段时间里面 能够动用的储备的外汇 大概只有6、7千亿 实际上是风险很高的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央行目前已连续18个月增持黄金 中国官方数据显示 截至4月底 中国黄金储备为7,280万盎司 3月底则为7,274万盎司 美国《纽约时报》日前发文指出 目前中国官方和民间都在爆买黄金 导致黄金价格升至历史最高 2023年中国央行购买的黄金 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央行都多 黄金储备的增加量达到近50年来最高水平 王剑指出 中国央行减持美债而增加黄金储备 就是从俄乌战争爆发的2022年开始 当时欧盟和美国冻结了俄罗斯的外汇储备 所以把中国吓得够呛 你想一下 如果中国去攻打台湾 会不会美国把中国外汇储备也冻结了 中国3万1万会储备 那就损失惨重 从那个时候开始 人民行在有步骤的减少对美国国债的持有量 王剑分析 减持美国国债后 中国外汇储备只好转向持有黄金 数量不断增加 同时金价持续上涨 也是导致中国央行增持的原因 面对国内经济不景气和国际形势动荡 中国央行副行长 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朱赫欣 4月中旬曾表示 人民银行外汇局保持人民币汇率 基本稳定的目标和决心是不会变的 不过人民币汇率下跌的压力正在持续加大 瑞银集团前首席经济学家马格努斯 5月6日在金融时报撰文 题目是人民币贬值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 马格努斯认为 在接下来一两年内 人民币将继续贬值 并可能产生深远的政治和经济后果 他说 以下翻译由人工智能代读 这会一直消费 一直进口 在国际上 这可能会适得其反 因为很多国家都认为 中国奉行不公平贸易政策 人民币真的会很快贬值吗 网坚分析 理论上人民币有巨大贬值压力 一个是人民币对美元的利差 一个是中国央行的货币发行失控 但现实中并未贬值 就是因为央行还在努力维持人民币汇率 至于什么时候央行会弃守人民币汇率 王健说没有人知道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凯迪 华盛顿报道 美中关系出现既竞争又合作的状态 有消息显示 拜登政府将在下个星期针对关键产业 对中国商品提高关税 不过 美中两国在近期又宣布 将加大在气候问题与非法移民引渡方面的合作 外界关注 在美中竞争与合作双轨并行的情况下 两国关系的前景究竟如何发展呢 以下是本台记者唐元元的报道 据路透社引述执行人士消息 美国总统拜登可能将在下周 针对战略产业向中国征收新的关税 这将涵盖电动车 芯片和太阳能设备等 以维系战略竞争和国家安全利益 与此同时 拜登政府在本周四 将37家中国实体列入贸易限制名单 因为上述实体涉嫌支持去年中国间谍气球 飞越美国领土上空的事件 该事件导致美中关系急速恶化 不过 另一方面 美中两国也加强了在气候方面的合作 本周三 中国气候变化特使刘正明 访问美国华盛顿 与美国气候问题特使约翰·波德斯塔 进行了气候合作谈判 此外 据美联社本周四报道 美国与中国已经悄悄地在驱逐 非法中国移民方面回复合作 2022年8月 中国因为抗议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 暂停了在非法移民问题上的合作 这导致2023年从墨西哥入境美国的 非法中国移民数量俱增 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 在上个月于一场听证会上告诉众议院议员 他与中国负责人进行了交涉 确保中国将开始接受非法移民的前返航班 外界关注美中两国互动既合作又竞争 这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启示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元元 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两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中国国家安全部敦促警惕极欺骗性的外国特工 并警告说 海外实体一直在接近和欺骗中国在海外的工作人员 以窃取中国的高科技工业机密 据南华早报消息 中国国安部星期五在其官方微博账号上警告说 外国间谍机构使用的手段可能具有相当的欺骗性 海外中国雇员应该提高警惕 中国最高间谍机构再次反驳了 对其反间谍法和国家机密法的批评 以缓解外国投资者对中国日益不透明的商业环境增长的担忧 并说 有关反间谍法恶化商业环境 对外商在华投资产生寒蝉效应的说法是扭论 而该法的目的是进一步明确合法与非法的界限 减少不确定性 协助企业再划投资 邻居路透社10号发自伦敦的消息 两名英国人明年将受审 他们被控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 中国高层迟迟不推出重大经济刺激政策 或有难言之隐 并且与美国大选有关 美国《华尔街日报》本周四报道研判 中国政府担心 如果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2024的大选中获胜 美中之间可能再度爆发贸易战 因此中方要保留火力 静观其片 中方还就此评估 特朗普时期实施的关税 给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失是美国的三倍 本台此前曾报道 在延宕多时之后 涉及经济决策的中共第二十届三中全会 将于今年7月在北京召开 中国经济当前正面临房地产危机 产能过剩 人民币贬值 以及内需不足等多重挑战 外界聚焦此次三中全会 能否出台任何实质性的经济刺激政策 各位听众 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 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